爱的循环让社会更温暖 人的潜力真的无穷 再来看这位金雕大师 不断挑战自我 创造的记录无人除其有 从木雕到金雕 他擅长雕蚂蚁 作品最薄的可以到0.3厘米 打破世界精工0.7厘米的记录 难度之高受国际瞩目 故宫也首度魄力收藏他的作品 其实这也是他年少梦想 19岁参观故宫 希望自己的作品 就能够像翠玉白菜一样 被故宫收藏 经过20年努力 他做到了 但背后的艰辛 令人无法想象 当人生遇到瓶颈时 他透过宗教探索自我 将创作再推向更高境界 有学者来我这边教探索 文章的源头是在你手里 我有时候就这样做两年三年 你手得败吗 我一生不是为了力在做 不是为了力在做 我是为了对我自己生命的一个交代 蚂蚁搬工 螳螂捕蝉 童年乡间苦挖藤下 成群昆虫与竹子泥地 交织出的自然生态 以纯金 白银 青铜三种材质 精雕细琢 栩栩如生 呈现眼前 宜然传艺中心2007年 特地委托国宝级金雕大师吴清 制作的镇馆之宝 时隔13年再展 依旧引起不小话题 用15公斤的黄金 你在像这样的纯金 数个酒的纯金 做起来的一件大 这么大的作品 你在全世界看不到的 像这么复杂 整件作品 大概用一两万个的小单元 慢慢组合慢慢组合 组合起来一个大作品 光是组装就得动员十位助手 耗时16天 作品长6米 宽高各4米2 当年缔造最大型的金雕作品记录 远观时闪耀发亮 金光翼翼 静看后 每一处都是令人着迷的 围观世界 小于0.7以下 撕发力就非常高 那我们是在 它的一半 0.35 0.3 甚至0.2 我们都在做 蜘蛛垂钓下来的细丝 蚂蚁与苦瓜藤上的雕毛 苦瓜叶上大小叶脉 将细微渺小的昆虫蝼蚁 写实放大 不移毫发 有些细节还得透过放大镜 才看得到 那么多的叶子 每一个的叶子都不一样 你看它这个东西 我们都要去烧上来 一条一条去烧 然后再把这个 虫咬各的东东 然后再做一些雕刻 所以它这个小叶就大于 它的工细工法非常复杂 慢慢去叼啊 慢慢剪啊 然后它有一些 很细部的部分 你还要再去强调 还要去把它交代清楚啊 苦瓜叶脉一条一条烧上去 数百片叶子一片一片 以俗称走水的高温溶接技法 与瓜藤组合 这个温度虽然小小一个火 但是它1500度 真金不怕火炼 纯金焊接不需使用 会产生氧化的焊料 只要将两端接触紧靠 利用高温将连接处 结合在一起 走水难度在于 必须一气呵成 但大星系之余 温度还得掌控得宜 这火要控制得刚刚好 反正一下子就浓掉 黄金的流动 好解它的温度 好解它黄金融到它的金的水 你要控制得很好 稍有不慎就得从头再来 被高温烫伤是家常便饭 花费无数心力 土法炼金 30多年前首开金雕 创作仙河 没有任何潜力可循 无亲连工具都得自制 人生前半生与木雕为伍 后半生从木雕转入金雕 无亲巧夺天工的雕刻功力 就是从雕蚂蚁练起 我跟小蚂蚁的因缘比较深 我都用蚂蚁来做一些题材 来做一些创作 那也是创新 因为历史上没有人雕蚂蚁 蚂蚁妈妈公身补育 用触须与孩子相互沟通 透过细腻雕琢 木头有了生命 蚂蚁也多了人性 它有在动我看到吗 它会动 这件作品已经 就已经放了35人了 就清醒 我早期的那个代表作主意 跟我们人的世界也差不多一样 它是生命 它也有心情好跟不好 当年为了雕出细腻写实的蚂蚁姿态 无亲还真的翻了一窝回家养 每天就是不断观察临摹 挑夜灯疯狂研究雕壳技术 看我的苗蚁这个就跟它的比喻是完全一样的 因为我们都解剖 解剖然后再组合 所以我们左右脚啊 触脚啊两个手都一样的长度 我们是要求到那种超级写实的 所以我就找一个最细小的来信念我的眼睛 还有信念我的技巧 考验眼力也考验耐性 长达一年的时间 每天工作到深夜 直到眼睛碰到像被针刺到才勉强休息 花七年时间完成25件蚂蚁系列作品 超细密写实风格 立刻引起一谈高度关注 还在台北市美术馆开馆邀请展上大放异彩 两天八个小时 一两年两三年四年正常 甚至有到十年了 一线作品 现在它调到已经快完成了 它有断了 比方说麻蚁的脚 早期麻蚁的脚断了 你会心情不好吗 为了让心静下来 无亲接触佛法 也让他的作品渐渐做出不一样的层次 我有在打坐 我有在看火箭 还手偶像解释希望了 现在就比较平静 快了就坏了 你要生什么气 一个眼球 一半产在外面 一半在里面 就出树跟入树的一个 抽象的一个表现 那血管的连接也是很细致的 从一块木头雕到笔尺还薄 将产意的质感 慢慢的一刀一刀刮出来 偶心立斜的木雕作品 即便只要卖出一两件 就能让生活风足无余 但无亲就是一件都不愿卖 我觉得卖木雕好像在卖我凹尺 没有凹尺在把它卖掉 苦干嘛很苦啊 我小时候 我小时候在猫手这些木雕啊 我可能睡在公园 睡在游览车的上面 睡在火车站 可能超过两个月的时间 会苦会好 不要把苦当成苦 那是你的生命的一个实验 做木雕做到负债累累 连老家的土地都变卖 在世人眼中 无亲为艺术师狂 然而在他心里却明白 生命的喜悦究竟是什么 我的一生的愿 是要来做这个 我现在一生做到这个人 很有鲜鲜的体会是说 那应该就是什么 我来的那个我的天命 我这样忙到游戏之后 给下一个 那是我的生命机 植物就在那里 那后来一眼泪就掉下来了 那你那次又充满了 十月起来了 悲喜交集之后的顿悟 也让无亲的创作 走向另外一层境界 甚至还能雕出 不同于木头的质感 木雕的话 那是一块人物嘛 你当然就慢慢一搜 一直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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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到只有写出 不能一直在做表面的处理 那就一直剪 一直剪 黄金的话是分开来 然后再做组合 那当然就是 都是我自己摸索的 木雕是剪法 金雕是家法 没有受过正规艺术教育 无师自通的浑然天成 让无亲的雕刻 多了灵性 少了降气 还有极高的原创性 历史上有做过的作品 我不会去做题材 计划 我就是要创新 那二十二岁的时候 我就把我的人生的大架构 都会定下来 我一辈子为艺术创作 为真理 为真理 熬在这 多年前的一趟故宫之旅 少年无亲默默许下心愿 创作就得做出让故宫 愿意收藏的作品 没有尸臣包袱的苦行僧 从自由奔放的童年 一路破茧 蜕变 逐渐成熟 就在三十七岁那年 故宫首次破例 以构藏方式 典藏当代在世艺术家作品 我的作品就是 你要有那个先天小时候的那个环境 就慢慢慢慢一直顺利 一直很多人的帮助 我一直在谋守谋守 努力的工作 一直蜕变 一直蜕变 还有很多人一直帮忙 大环境 也是有台湾成就 人生如梦似真 不论生命价值是什么 唯有用尽全力 无愧于心 方人纯旧会心妙手 禁目何必的一代宗师